杨幂又为热巴赤巨资拿下女主角,网友大呼,你就不能自己主演吗?说起电视剧女王,杨幂和赵丽颖两个人真的是不相上下,尤其是杨幂自己开了工作室之后,感觉有抄赵丽颖的架势啊。 据说最近杨幂的公司赤巨资,拿下了一部较长相思的电视剧版权,没错,女主角还是迪丽热巴,要说,杨幂真是一位难得的好老板,自从在三生三世里带火迪丽热巴之后,迪丽热巴短短几年就成为了和杨幂势头相当的一线女星,主演的烈火如歌反响也很不错。 但热巴自己也是真的很努力,据说这几年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,一直在剧组轮轴转的拍戏,小姐姐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,好了,言归正传,据说长相思这部剧的男主角是黄轩,黄轩也算得上老戏鼓了,也演过不少的古装剧,这次大家应该很期待吧? 但这一消息一出,好像有些网友并不是很满意,认为热巴和黄轩没有CP感,甚至还有人大呼,秘密为什么不自己主演,又把机会给了热巴,还有些感觉热巴最近太活跃了,有些审美疲劳,其实有些网友过于苛刻了,人家大秘密可能自己已经有安排了,这应该就是专门为热巴准备的剧本,大家觉得呢? 感谢观看